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镜头的时候 莫迪极力控制着心头的紧张和激动 小心而果断地宣布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政策 政府决定明天就废除面额为500块和1000块的卢比 手里有这两样现金的市民可以在50天内去银行存款 或者换新版钞票 预期不后 过期作废 咱们用手机支付已经好多年了 刷卡支付也有十多年的历史 但是印度过去一直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金交易 做生意属现金 发工资也属现金 然后现金宁可用数字袋包装好藏柜子里也不存银行 这就让印度政府的税收工作变得低效而艰难 假如市面上出现阴阳合同或者非法交易 不走银行转账 而是就地清点现金的话 这几乎查不出来 虽然费钞的真正目的是增加税收和降低通胀 但是墨迪给出的说法是打击犯罪 这几乎是一个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理由 也正是因为现金交易有着绝对的民间基础 所以那些非法收入从来都不担心钱花不出去 非法行为也就一直不会收敛 如今墨迪只给50点时间处理旧钞 否则过期作废 这就让违法所得变得很尴尬 去银行说不清来源 不去又面临着作废 墨迪的费钞令 还有一条不整死黑钱事不罢休的附加条款 这个条款说 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的话 到银行存款和兑换的上限是25万卢比 超过这个上限 那就自决去有关部门接受调查 完事之后领一个盖了章的收入证明 这钱才能继续存 墨迪和他的秘书们暗自得意 有了这波神秘操作 这黑钱既没法存银行 也不敢去开证明 肯定要完蛋了 这个惊世骇俗的货币政策一出 印度有钱的小伙伴们当时就惊呆了 保险柜里成捆的现金处境很危险 要是不能在50天之内处理完毕 那就是一夜饭贫的节奏啊 不过相比之下 印度的穷人对这个政策很开心啊 他们的开心叫做幸灾乐祸 反正自己兜里也没几个钱 50天的时间绰绰有余 那些让他们羡慕嫉妒恨的有钱人 可就惨了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一年就过去了 到了2017年的11月份 费超行动一周年的时候 印度银行方面接受采访说 通过莫迪的费超令 市面上99%的旧钞票 全部都被回收了 没有谁的财富变成废纸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印度过去没有任何黑钱存在 全都是合法的 这个结论恐怕全世界都没有人会相信 大家宁愿相信 所有的黑钱后来都在50天之间里洗白了 那么印度的有钱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所谓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莫迪的费超令对有钱人为追堵截 但是对穷人却没有任何限制 对类似寺庙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也没有限制 于是钞票发挥了他原本就拥有的神奇作用 富人掏钱雇佣了大量穷人替自己排队换钞 借助寺庙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帮忙换钞 五十天一到 所有现金兑换完毕 对于这些绕过政策的行为 莫迪政府没有人手去应对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发生 原本全球各地的吃瓜群众们都以为 莫迪这一次会彻底玩砸 但是没想到费超最终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让富人提心吊胆的黑钱全部都变成了合法收入 幸灾乐后的穷人在这次费超过程中 兼职排队赚了一笔零花钱 政府也将大量的现金吸收到了银行 多少掌握了一些财富数据 也在理论上降低了通货膨胀的风险 除此之外 莫迪的费超令还产生了一些额外的好处 那就是银行的开户率啊 它大大提升了 市面上暗中观察很久的非现金支付业务 也趁机大肆打广告开辟市场 因为最后的结局是富人满意 穷人也满意 最后莫迪的支持率意外提升 给他后来的各项工作开展带来了便利 于是他也就顺水推舟的 不再打击犯罪的事了 最后的结局或许就是他最初的目的 打击犯罪可能就是一幌子 虽然费超这个神操作 让莫迪有了不少的意外收获 但是在改变流通的货币总量方面 并没有本质影响 如果说印度卢比过去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么问题现在依然存在 钱还是那么多 只不过形势变了 印度货币过去确实有点问题 那就是通货膨胀和对外贬值 在莫迪开始玩费超的那个时候 一美元可以兑换68卢比 之后的两年 卢比一直处在贬值的下行状态 如今2018年都快过去十个月了 卢比的年内跌幅已经接近了13% 一美元可以兑换73卢比 而且未来的下跌势头还没打算停 卢比就这样被扣上了2018年 亚洲最差货币的帽子 一国货币相对美元贬值 有好处也有坏处 最为大伙耳熟能详的好处就是有利于出口 对于一个外贸型的国家 或者出口产品特别丰富的国家 货币贬值的好处就很明显了 因为贬值意味着东西便宜 便宜之后出货量就大 大量出口的背后是大量的就业和大量的外汇收入 但是印度根本就不是一个出口驱动性的国家 他们家出口的产品并不丰富 也没有多少科技附加值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一般般 所以卢比贬值的好处他享受不了多少 但是卢比贬值带来的坏处却让莫迪更加头疼 因为印度最近几年一直是贸易逆差 买得多卖得少 卢比相对美元贬值 意味着同等数量的卢比能换来的美元变少了 这个首当其冲影响到了在印度的外资企业 境外资本家提着美元进入印度投资的最终目的 就是把正要的卢比换成美元带回家去 如今卢比贬值能换到的美元变少了 他们为了止损 只好用最快的速度把手里的卢比换成美元 然后带着钱马上离开 一刻也不停留 这个就是所谓的外资撤离 换个角度再看这个问题 卢比相对美元贬值 也意味着同等数量的美元换到的卢比变多了 那么从国外买同样的东西 对印度人来说就更贵了 也就是说对印度的进口非常不利 前边说了 印度是贸易逆差 买的多卖的少 买的最多的就是石油 印度有80%的石油要依靠进口 如今又被认定是亚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对石油的需求那是与日俱增 那么油价的每一次上涨 都意味着莫迪政府为了石油要增加越多的预算 国库里的美元储备要以更快的速度变少 今天的美元比昨天的少 今天的美元就比昨天的美元值钱 今天的卢比就比昨天的卢比廉价 所以啊 这个莫迪特别害怕油价上涨 当特朗普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实施制裁的时候 莫迪并没有一步一趋的 跟着特朗普的节奏表中心 他很谨慎 话也特别少 因为特朗普的那些操作只会让油价涨得更高 然后印度买油会更贵 卢比就更加贬值 到这儿 我们基本可以总结出一个石油卢比定律了 只要油价一涨 那么卢比一定贬值 莫迪在两年前通过费除500块钱和1000块钱的面额的钞票 为自己赢了很高的支持率 还在金融领域为印度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即便有如此辉煌的战绩 如今莫迪还是要面对卢比贬值的麻烦 如果不及时遏制贬值的势头 那么最差的结果就是外资撤离 投资减少 逆差扩大 他的好日子也持续不了多少 为此莫迪很及时的采取了两个办法 一个是改善了投资条件 让外国投资者觉得在印度投资有很大的好处 通过这种好处吸引外资提着美元进来投资创业 外资的钱到了印度之后 换得了卢比在当地花 这么一换的话 他们那些投资款就变成了印度的外汇储备 这外汇多了 卢比贬值的势头 自然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莫迪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比较清晰 他下令给官部门列一个商品清单出来 所有不幸上了这个黑名单的商品 将来都要限制进口 甚至禁止进口 进口是不会花掉我们宝贵的美元 扩大逆差 导致卢比贬值 所以现在要直接禁掉那些不重要的进口 至于原来那些用进口货的消费者 和那些做进口出口贸易的企业 那就自认倒霉去吧 莫迪这种限制进口的做法 其实也是贸易战的一种 特朗普轰轰烈烈的全世界告贸易战 不过是给某些商品加点税 让他不容易进来 可而莫迪的做法是完全禁止这些东西进来 已经不是钱多钱少的事了 很显然被逼急了的莫迪做起事来 比特朗普还要狠 如果这些东西比较多的话 那印度和进口国之间难免又是一场经济冲突 江湖那些经济体量比较大的 未来被看好的发展中国家 叫做新兴市场国家 比如阿根廷 巴西 土耳其 印度等等 很可惜这几个新兴市场国家 现在都面临着贸易逆差 货币贬值的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全面的衰退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面对强势的美元和强势的美国总统 新兴市场国家要做的或许是抱团与合作 共同度过眼前的危机 好了 咱们今天节目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或者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局势很简单 关注并发表评论和意见 另外我们立档节目 局势军的政治课已经完结 并在公众号 时政很简单上有免费视听板块 您可以关注获取更多资讯 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